新店玫瑰社区发展协会与文山狮子会利用周末假日举办玫瑰杯社区三对三篮球赛 总共吸引了12支队伍报名参加 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世祥表示 希望透过这次活动促进社区交流 同时借此激发年轻人对篮球运动的兴趣 新店玫瑰社区发展协会与文山狮子会利用周末假日隆重举办玫瑰杯社区三对三篮球赛 总共吸引了12队喜爱篮球的社区年轻人报名参加 新北市议员刘哲彰 玫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世祥也分别担任开球嘉宾 为参赛队伍加油打气 陈世祥理事长表示 这项活动主要是希望促进社区交流 同时借此激发年轻人对运动的热情 今天可以办这场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可以触及我们社区的年轻人 一起来借由运动借由打篮球 来活络彼此的交流 那希望也希望他们今年这次的活动 可以顺利圆满成功 大家都可以拿到最好的成绩 虽然比赛当天天气相当炎热 不过每支参赛队伍斗志高昂 让每场比赛都充满了紧张和刺激的对抗 参赛者们除了展现篮球技术 也表现出团队合作的默契 努力争取胜利 新北市员刘哲张强调 国内篮球风气蓬勃 期盼年轻人积极参与社区篮球运动 带动篮球发展 希望说能够多办一点 让这些社区的好朋友们 能够平常在喜欢打球之余 也可以有一些竞赛的这种感觉 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个篮球比赛 能够顺利成功 这场社区篮球赛 中华民国国民小学体育总会也全力协助 希望可以强化基层篮球推广 我们提供的是所有的裁判 记录台 还有比赛用球 以及所有的设备 比如说计时器或者是记录本这样子 小学体育能够帮忙这些基层的篮球推广 都是非常高兴的 这次篮球赛不仅让社区居民 享受了篮球运动的乐趣 也促进了邻里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美规社区发展协会表示 未来会持续举办篮球竞赛 提升社区凝聚力 记者身边这门奇新店采访报导